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年曾任空调风管工人 但薪资微薄 仅能维持基本生计 直到1991年 他才被金元唱片发掘进入歌坛 正式踏进演艺圈 早期的他造型另类又突出 招牌的帽子 眼镜 短裤 白长袜配黑皮鞋 非常具有喜感 也更容易让观众们记住他 而亲切腼腆的笑容 加上来自乡村的草根性和不俗的唱功 也使他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 他这一生中演唱过无数歌曲 唱出了上班族新生的《红真透》 以及表达积极人生观的《欢喜旧好》等 都是他的经典歌曲 《欢喜旧好》这张发在1994年的专辑 曾一举创下销售百万张的佳绩 据说 他所在的金元唱片 还为此给他发了一笔丰厚的奖金 该曲火了之后 他有时候一天就要跑好几个秀场 但演唱的只有这一首 不过对于一名歌手而言 能有一首代表作品已经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了 因为在歌手这个行业中 多数歌手都是岌岌无名 不用说代表作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人听说过 所以当时的他 虽然连续跑场辛苦无比 演唱同一首歌也很无聊 但为了日后的前途考虑 依然坚持了下来 到了2004年的时候 人气和实力皆都具有的他 在新加坡举办了万人演唱会 而且成为第一位在新加坡开大型演唱会的闽南语歌手 可见其当年的火爆程度 之后 他还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邀请 成为了第一位在中央电视台的歌唱节目 同一首歌中演唱的闽南语歌手 时至如今 欢喜就好这首歌 还被票选为闽南语十大经典名曲之一 从1991年算起 他推出的个人专辑 至今已经累计超过30张 这个数量更是让他成为了为数不多的发布专辑 超过30张的歌手之一 相比那些仅发行几张就隐退的歌手而言 他依然是幸运的那个人 后来 凭借实力不俗的歌唱实力 他也曾五度角逐金曲最佳闽南语南歌手奖 虽然目前还未拿下讲座 但在闽南语歌坛仍占有重要一席 是当之无愧的歌王前辈 近几年 为了挑战自己 他还推出了流行歌曲专辑 尝试十几年来都未曾有过的新曲风 并且为了专辑中的电音舞曲 苦练两个多月 终于克服了自己同手同脚的舞蹈障碍 他也登上大赶开唱的舞台 虽然已年过半百 但是每次穿着抢眼的西装亮相时 仍让观众感到欢乐又充满活力 作为艺人 其实最怕的就是年老之时 奋斗的心逐渐消失 但在他的身上 完全看不到这种现象 反倒是越来越旺 甚至比年轻时候更胜一筹 也许努力的人生 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太差 当年是爆红明星的他 如今在回归家庭之后 也做起了一个被人称道的好爸爸和好丈夫 与妻子的恩爱生活 也一度被人羡慕不已 陈雷和太太结婚三十多年 育有一对儿女 儿子早早成家立业 还生了个宝贝金孙 女儿则嫁给了美国加州的外籍老公 如今已经定居国外 她和太太感情融洽 在婚姻中依然如年轻时热恋一样 亲密无间 生活中的两人不但争吵很少 而且还会主动分享自己身边事 这种优秀的相处方式 哪怕在年轻人身上都很少看到 每次在媒体前亮相的时候 他们也总是笑意满满地面对记者提问 几年前她在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时 妻子就曾献身支持 两人还好不避讳地在镜头前大秀恩爱 拥抱和亲亲的甜蜜动作一直不断 有次跟媒体聊到婚姻生活时 她表示她和妻子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一起泡茶聊天听音乐 还说我们把彼此当好朋友 相处很自然都老父老妻了 此外 在小巨蛋演唱会上 除了她妻子 当时其余家人也全部到场立体 四代同台的画面温馨无比 而鲜少露面的女儿 展示了她高挑的身材 均匀小麦肤色配上灿烂笑容 让外界眼睛为之一亮 前段时间因异性缘故 陈雷的八场活动都暂停了 原本到马来西亚开唱的计划也延后 虽然工作受影响 但她却多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也乐于当慈祥阿公 天天围着孙子转 享受寒衣弄孙的生活 另外 由于当时美国的加州 是疫情的重大灾区 她也相当挂心女儿的近况 每天早上都固定和女儿视讯 要女儿向她报平安才安心 那段时间的她 早上跟女儿视讯聊天 然后骑摩托车送孙子去上学 下午再接孙子回家 晚上陪孙子念书 很充实 可以说是孙子的专职司机了 她妻子也打趣她说 给我开车都没见她这么勤快 除了当司机 她也会教孙子简单的注音知识 其余时间也常回彰化老家 陪伴年迈的母亲 虽然工作变少 但她完全闲不下来 更是当起农夫 在自家田里种菜插秧 还自豪地表示 这些蔬菜有机健康 还能自己自足 我都会分送给亲朋好友 还笑说 最近也不上健身房 一直跑农地下田 兼当运动 一举两得了 幸福的家庭生活之外 陈雷却也曾陷入异常纠纷 早些年的时候 她充满喜感的形象 受到许多人的喜爱 而在粉丝的喜爱之余 她也成为许多人模仿的对象 而陈雷在某段时期 也热衷于模仿 曾模仿过世界级歌星 迈克尔·杰克逊 也曾在华世综艺节目 钻石舞台中 模仿林志颖 因她搞怪夸张的模仿 也曾宏几一时 不过后来却因模仿 而走上官司意图 据悉 先前有廖姓男子 分别以陈雷、廖雷等一名 在商演中进行模仿并唱歌 这让陈雷深受欺扰 最后以侵权为由提告 当时有媒体报道 本名为廖本星的艺人 模仿陈雷长达15年 还对外宣称是陈雷 后来被本尊提告 一番交谈后 两方达成和解 并签下和解书 其中一条规定是 如果廖本星在公共场合 在川与陈雷相似服装演唱陈雷歌曲 一次违约金十万元 本以为事情就此结束 但没想到 陈雷后来又改名 廖雷 更是在八次演唱会后 再次被抓包 陈雷这回提告 求偿八十万 法官却认为 其中只有四次 有明显模仿痕迹 虽然表明是廖雷 但服装和演唱方式 跟他很像 最终判决赔偿四十四万 判决结束的当天 廖本星曾在媒体前现身 戴着白色绅士帽 那里的衣服全是黑色 外头再搭配银色流苏的白色外套 乍看之下 还以为真是陈雷 不过他表示 以后再也不会唱陈雷的歌 以免出法 他还解释说 那套衣服是真的相似而已 不是刻意为之 如果当时我不去唱他的歌 就不会有今天这个事情了 不过廖本星的声线和技巧 跟陈雷确实过于相似 这件事情发生后 陈雷只说谢谢关心 不愿多做回应 之后 他把和解金全数捐给了 利新社会福利基金会 和儿童癌症基金会等 五个单位慈善团体 还呼吁大家 在关心疫情之余 以多关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对于廖本星的这种行为 其实本是好事 只是将此作为自己盈利的手段 就有些不讲仁义了 其实近些年 关于侵权的事情很多 不止陈雷身上发生的这一件 所以还是希望艺人们 对于影响自己声誉的行为 敢于发声反击 现如今 已经多年没有发布 个人新专辑的陈雷 原本计划要在下半年 发布一张新专辑 但由于疫情影响 目前筹备工作暂时延荡下来 不过最近因为疫情 比较清闲的陈雷 趁着个人时间多了 也开始自我进修 听了很多其他歌手的 闽南语作品 打算在下一张专辑 尝试着自己参与制作 他还笑说 虽然疫情严重 不过能跟家人多了相处时间 以及开始构思专辑制作 都是最近很大的收获 都说人活得越老就越通透 想必陈雷便是如此 其实想想也是 人只有在把生活中的事 看待以后 才更懂得知足 也更懂得取舍 生活自然就越过越舒心 希望他能将这种心态 继续保持下去 也希望他的新专辑早日发行 让听众们听到新歌曲 五十八岁台语 天王陈雷出道多年 唱红欢喜就好 风真透等经典歌曲 亲民的形象深知人心 鲜少出现在荧光幕的他 魁为六年推出新专辑 现况也随之曝光 据了解 这张专辑原本是由制作人 吕小栋操刀 没想到对方不幸过世 让他非常难过 知名制作人吕小栋 曾为许多知名台语歌手 制作专辑 包括谢金燕 许富凯等 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 前往金宝山白白 突然心脏不适 倒地 但紧急送医抢救 仍不幸离世 当时他刚帮陈雷 做完专辑 陈雷得知后 坦言很难过 音乐圈痛师一个人才 我们昨天才通过电话 感叹人生无常 如今专辑终于要推出 陈雷心中百感交集 但想到要发片 还是难掩兴奋 据自由时报报道 陈雷疫情期间都待在台中 照顾念幼儿园的乖孙 最近更被厂商相中 接下水饺 聪饼的联名合作 新专辑主打歌 天下无敌 是首励志歌曲 为了拍摄MV里的山景 凌晨三点就起床摸黑上山 导演还出动空拍机协助拍摄 陈雷看到满天的星星 震撼不已 直言台湾的自然美景 真的是上天给的礼物 据了解 陈雷早期的造型突出 招牌帽子 眼镜 短裤白长袜 配黑皮鞋 很有喜感 亲切腼腆的笑容 加上来自乡村的草根性 及台湾国语 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 曾入围第十七届金曲奖 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 以及第十八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七届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 实力备受肯定 好久不见的台语歌手陈雷 七日现身登山步道 即兴演唱经典歌曲 欢喜就好 让爬山民众好惊喜 纷纷一起跟着唱 现场气氛嗨翻 还有热情粉丝上前一同热舞 宛如粉丝见面会 影片在网上疯传 也让网友大赞宝刀未老 陈雷近年来都在台中顾孙 他突然出现在张化园临腾山步道 他穿着亮黑皮鞋 黑长裤及蓝色西装 留着利落的五分头 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 状态相当好 让现场时奶粉丝大赞很年轻 很帅 陈雷也拿起路旁卡拉 OK音响的麦克风 点唱自己的招牌台语歌 欢喜就好 陈雷边唱边摆动身体 围观民众纷纷拿出手机拍摄 并有人跟着打拍子 唱到水某会对人走时 现场粉丝忘情大合唱 热情的大妈还凑到陈雷身边跳舞 气氛热烈 陈雷在登山步道的这段即兴演出 被民众拍下 TO网后 网友大赞宝刀未老 歌星就是歌星 用廉价音响还能唱得这么好 马国毕在社群网站上更新近况 透露自己吃饭时 刚好碰到从小到大的偶像 开心写下 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并晒出一张合照 而他口中所说的偶像 就是台语天王陈雷 只见他穿着简单的T恤 现身 兴奋地露出笑容 对着镜头比赞 巧遇一路从童年看到成人的偶像 让他相当激动 瞬间化身小迷地 而陈雷则是被马国毕意外曝光 私底下亲民的模样 只见他穿着白色衬衫搭配黑裤 低调的穿搭跟舞台上表演时的服装 形成反差萌 平日出门也没有戴着招牌绅士帽 头发虽然剃得很短 很利落 但丝毫没有掉发或是秃头的问题 反而相当茂密 合照时也比出两个赞 扬起招牌笑容 洞灵的模样获得许多粉丝大赞 陈雷怎么都没有变老啊 超喜欢听陈雷唱歌 没戴帽子差点认不出来 引起热议 陈雷因为接地气的形象 常被称作阿公 他真实生活中也早已升格爷爷 虽然造型与说话方式台位十足 但事实上 他还比布老男神梁朝伟 刘德华小了一岁 与李连杰同龄 2018年在小巨蛋首度开唱时 也在舞台上大秀舞技 展露软踢的筋骨 就连劈腿 翻跟斗都难不倒他 本名廖本星的艺人 16年来用陈雷这个名字 出租车的城 模仿台语歌星陈雷 前年他被陈雷本尊提告侵权 求偿300万 双方最后达成和解 但隔年他又换了一个艺名 廖雷 继续穿着陈雷招牌服装表演 再度被陈雷提告 这次法官判廖雷 要赔陈雷44万 让他觉得好无辜 戴着草帽 眼镜 大唱陈雷名曲 出运 但仔细一看 他竟然不是陈雷 就是这一句陈雷 让正版陈雷很不满 之后在脸书直播 陈雷不敢再唱陈雷的歌 因为这次对方向法院提出 八场廖雷的演出当证据 发现他不但在公开场合 演唱陈雷歌曲 就连招牌造型 也一并复制 甚至出席选举候选人活动 害陈雷被误会 经法官勘验 判廖雷赔44万元 可上诉 不过廖雷也认为自己颇委屈 因为喜欢陈雷 模仿了他16年 没想到现在却只能在法院见了 曾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的陈雷 当时全家人到厂立亭 四代同台的画面超温馨 而鲜少露面的女儿拥有高挑身材 均匀小麦肤色配上灿烂笑容 让外界眼睛为之一亮 由于美国政府将加州列为重大灾区 陈雷相当关心女儿的近况 每天早上都固定和女儿视讯 要女儿向他报平安才安心 除了天天和爱女视讯外 陈雷因为瘟疫关系 年后八场活动暂停 原本4月11日要到马来西亚开唱的计划 也延后 虽然工作受影响 但陈雷却多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他现在没事就跑到儿子家 陪伴五岁孙子 骑摩托车在孙子上下学 还当起家教教他注音 他笑说 早上跟女儿视讯 送孙子上学 下午接孙子回家 晚上陪孙子念书 很充实 陈雷近来也常回彰化老家陪妈妈 更当起农夫跑去农地种菜 插秧 他笑说自己种的菜有机健康 更分送给亲朋好友 陈雷表示 最近因为瘟疫严重 也不上健身房 所以干脆跑农地下田兼当运动 一举两得 此外 陈雷先前遭廖姓男子 分别以陈雷 廖雷等一名在商演 模仿并唱歌 获赔偿44万元 之后 陈雷把和解金权术 捐给慈善团体 分别为利新社会福利基金会 中华民国儿童癌症基金会 台湾怀生相信动物协会 洪道老人福利基金会 和华山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 五个单位 呼吁大家在关心瘟疫之余 也多关怀这些需要帮助的人 陈雷和太太结婚三十多年 育有一对儿女 儿子早早成家立业 还生了个宝贝金孙 女儿则嫁给美国加州外籍老公 定居国外 被问到怎么跟养女婿互动 她搞笑回答 就靠三句 No problem 7-11 OK 她和太太感情融洽 几年前公蛋演唱会时 老婆就曾献身支持 两人还不忌讳在镜头前 大秀恩爱 拥抱亲亲 陈雷表示 夫妻俩最喜欢一起泡茶聊天听音乐 我们把彼此当好朋友 相处很自然 都老夫老妻了 这阵子则因瘟疫缘故 很多活动临时喊卡 但她乐当孝顺阿公 天天围着孙子转 早上跟女儿试讯 送孙子上学 下午接孙子回家 晚上陪孙子念书 很充实 这位阿公除了当司机 也会教孙子简单的 其余时间 他也常回彰化老家 陪伴年迈母亲 虽然工作变少 但他完全闲不下来 当起农夫在自家田里 种菜插秧 自豪表示 这有机健康 还能自给自足 我都分送给亲朋好友 他笑笑地说 最近也不上健身房 干脆跑农地下田兼当运动 一举两得了 陈雷21日首度在台北小巨蛋举办 欢声雷动演唱会 前晚他和老婆一同出席庆宫宴 老婆还现文 被问及与老婆多久没亲亲 他说 要亲就亲 我们结婚这么久 孩子都那么大了 老夫老妻 他与老婆结婚于三十年 平时一起泡茶 聊天 听音乐 谈到夫妻相处 他说 自然相处 夫妻彼此当作好朋友 此次开唱 远嫁美国的女儿和老外女婿 一同反台来欣赏 开唱时 陈雷展现经典一字马劈腿 不过事后疑似一度站不起来 只喊 阿娘位 他瞪轻脚软是做效果 从年轻劈腿到现在 体能一样没问题 也从未发生转过淡淡的经验 他为自己破淡处 难秀 打八十五分 因为这样才有进步的空间 不能说一百分 都算不错 而黄飞在台上开玩笑表示 要为他在台北多停留一夜 是否担心老婆吃醋 他说 不会了 跟黄飞是老朋友了 开玩笑而已 陈雷欢声雷动巡演 将赴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地举行 他也正争取在高雄巨弹开场